第三百集 你吃的东西你得付钱 你吃的东西当然得你付钱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请客 顾临北斜色的唇角带着玩弄的味道 刘露无语 那你那么大方的点那么多干嘛呀 刘露瞪着大大的桃花眼 恨不得在顾临北的脸上盯出一个洞来 那你也吃了 顾临北勾勾勾唇角 俊脸上一如既往的张扬说 嗯 我吃了我前面的这两盘 这两盘我会付的 刘露咬了咬唇 他感觉他好像又掉进顾临北的深坑里了 他就知道自己不该跟顾临北在一起 这准没好事 这里的环境这么好 装修精致典雅 纯木制雕刻的雕花工艺栩栩如生 就连装菜的餐盘都是十分的精致 而且这里的菜品也都十分好吃 要不然就算他再饿 也不至于吃了这么一大桌子的美食呀 环境好 菜品好 价格那就一定是很贵了 他现在哪里还有钱付着饭钱 可是顾临北就不一样 他一个大明星有的是钱 对于他来说 这顿饭的钱不过就是小意思 所以既然如此 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那时当然 他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走 那 这顿饭要多少钱 刘露转动了一下眼珠子 顾临北拿起桌上的服务器按了一下 服务员立刻走了过来 顾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 服务员恭敬地微微一笑 这恭敬而又礼貌的态度 简直能给满分 只不过刘露心里想的是 连服务都这么好 看来他是非跑不可了 啊 啊 刘露突然按着肚子 一脸难受地看向服务员说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服务员转头看向刘露 哦 小姐 我带您过去吧 刘露扯了唇角摇了摇头说 哦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这么难受 我看还是服务员跟你一起去吧 要不然 我怕你找不到回来的路 顾临北挑起眉 眼睛里是一种看热闹的颜色 声音慵懒邪似 又意有所指 王八蛋 刘露当然知道 顾临北指的是什么 他把他跑了呗 可是加了一个服务员 他就跑不了了吗 怎么可能 与其在这边跟他多说废话 倒不如一会对付一下 这个服务员 那好吧 麻烦你了 刘露对着漂亮的服务员 尴尬地一笑 这里的服务员 果然也是训练有素的 服务又是十分地好 直接过来扶起了刘露 然后就要往包房里面走 刘露眨着眼睛 不解地问道 美女 是不是走错了 我要去洗手间 服务员轻蔑地笑了笑说 哦 小姐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饭店吧 从这边进去就是了 刘露想去洗手间的目的 是逃离这里 可是这完全不是往大门口的方向呀 而是往包厢里面走 这是一间很中式设计的包间 包间的四周 有着许多的木质工艺 服务员扶着刘露走的方向 是在顾临北的身后 那一面墙全都是木质雕花 看上去很精致 但也看不出什么奇特的地方 刘露的内心是抗拒的 她不想从这边进去 因为她一会儿要怎么逃跑 里面就根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离开了 啊 这里不好吧 大家都在这里吃东西 一会儿臭臭的 刘露醋了醋没说 服务员这一次没有回答她 而是直接伸手 握住了一个雕刻着人形的雕刻工艺 然后往里推开 里面是一个走廊 刘露也只好跟着服务员走了进去 走廊过后里面是房间 房间里一应俱全 有床 有沙发 有电视 有茶几 吃个饭的包厢 还配个房间 真的是够了 哇 这里还有个房间啊 刘露假装若无其事地惊叹道 服务员好像是见怪不怪 伸手指了一个方向说 那 厕所在那里 你自己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刚刚还夸她态度好来着 怎么这才走了一个走廊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刘露心里嘀咕着 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个笑脸 啊 好 谢谢你 刘露往前走了几步 四处打亮了一下 都没有看到哪个比较像是门 那一会儿她从洗手间出来 可以直接出去 然而扫了一圈都没有看到 但是她看到了一扇窗 他们刚刚是坐电梯上来的 如果她没有看错 这里应该是八楼 算了 她还是问一下服务员 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门吧 这里这么方便啊 这里还有其他的门吗 刘露走了几步回头问道 服务员开始有些不耐烦 小姐 你不是肚子疼吗 刘露扯了扯唇角说 哦 是啊 这什么服务态度 差评 刘露捂着肚子 拱着伸进了洗手间 关上门 刘露立刻就变得生龙活虎 她首先想到的是窗户那边 拉开了窗帘 厕所的窗户是一整个玻璃 根本就打不开 即便刘露想要爬窗 那也是爬不出去的 什么破饭点 刘露简直想要张口破骂 找了一圈 这里就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出去 而且从窗户往下看 八楼 就算真的能从窗户外出去 万一掉下去 那估计也是半死不活的 为了那个贱男人 根本就不值得 刘露在厕所里走来走去 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小姐 你好了没有啊 服务员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刘露咬了咬牙 走了出来说 啊 好了 他也没好气地回答道 什么人啊 刚刚在看到顾林北的时候 乖得像条狗 而在看向自己的时候 就像一条猎犬一样 满眼都是审视和鄙夷 说到底 还不是狗眼看人的 他不给他好脸色 那他还给他什么好脸色呀 你刚刚好像没有冲厕所 我没有听到冲厕所的声音 服务员嫌弃地说道 刘露说 我不会冲 你去冲一下 你 服务员的脸色 立刻变得十分地不好 刘露看向服务员 我什么我 快去 要不然一会儿投诉你 服务员咬了咬牙 只好望着厕所里面走去 说了一句 想罢了 服务员的声音并不大 小小的 心里明显地不服气 等等 你说什么 刘露转身过来 看向那个服务员说 这个服务员长得很不错 身材挺好 五官精美 的确是有一些资本的 服务员看着面前 这个趾高气昂的女人 脸色一致 我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最好 不要让我听到什么 等会儿被辞退 可不要怪我 刘露恶狠狠地说道 刘露平常就不是个恶狠狠的人 突然装成恶狠狠的样子 还真的有些不自然 不过为了能从这边跑出去 他也是拼了 服务员还是被流露的气场震慑到了 没有敢再吱声 顾林北是这里的常客 这个房间就是顾林北专用的包厢 里面所有的设备都是齐全的 这个女人是跟顾林北一起来的 虽然看顾林北对他的态度也不怎么样 但是尽管如此 那他也是顾林北带过来的女人 顾林北一向都是护独子的人 万一他真的惹了不该惹的人 那他真的会被开除的 当然 刘露也不是为了骂他而骂他 不过为了震慑他而已 这里的门在哪里 刘露依然扯着嗓音 不过他也很注意音量 只是语气十分逼人 嗓音并不大 服务员果然比刚才配合了许多 指了指刚才进来的门说 在那里 你当我傻吗 我当然知道那里有个门 我是说这个房间有没有其他的门 刘露睁大眼睛瞪着服务员 仔细观察服务员的眼神 服务员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说 没有了 看他的样子也并不像是骗人的 应该是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出去了 刘露的心里有些着急 眸光直直地瞪向服务员 你想清楚了再回答 这时的眸光十分地冰冷 看得服务员的内心是一阵地发麻 看着面前的女人穿得不怎么样 脾气还挺大的 服务员皱着眉头想了一下说 真的没有了 这个是连着前面餐厅的房子就只有这个房间了 是顾先生特别定制的 为了防止碰到狗仔队的人 他就进来这里休息 刘露翻了个白眼 那个种马看起来还真是名不虚传 除了混蛋还很恶心 看来暗地里是逃不掉了 那就明着跑吧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付这顿饭钱的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刘露想着 声吸了一口气 昂首挺凶走了出去 哎呦 我还以为你掉进厕所里了 真想着要不要找些人过来捞你 顾临北勾了勾唇脚 吊儿郎当地嘲讽 刘露赤之以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顾临北也没拦着 任由着刘露往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 看到两位穿戴整齐的男服务员 恭敬地站在那里 刘露以为只是服务员 没有多想 勾了勾唇脚 微微一笑道 不好意思 让一下 我出去一下 但是那两个服务员并没有让开 而其中有一个人拿了一份账单 递到刘露的面前说 啊 刘小姐 您在这里的消费是两万块钱 麻烦先付款一下 男服务员恭敬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两万块 你咋不去抢啊 刘露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然后也脱口而出了 一顿饭吃了两万块 他一年都吃不了这么多钱呀 好吃归好吃 但是也不带这么讹人的 我们这里是正规场所 里面都是有明文标价的 您可以查看 我们不会多收您一份钱的 男服务员依然是恭敬地回答 刘露狐疑地接过 男服务员递过来的账单 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出来这里面的玩意儿 什么龙飞凤舞一千二 什么龙火瑞雪两千 什么遍地都是黄金甲三千 这是什么鬼菜单 请问谁看得懂 这不明显是在抢劫吗 鹅他不认识字吗 咳咳咳 刘露清了清嗓子说道 遍地都是黄金甲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炒饭 汇集了多种金贵的食材 米的食材也是十分地有讲究 就连桃米的水都是法国的矿泉水 原价是五千元 顾先生是我们这里的会员 打折三千元 这是您在其他的地方绝对买不到的 非常的超值 男服务员恭恭敬敬地娓娓到来 刘露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吃了可以生鲜吗 一碗炒饭卖五千元 刚刚他肚子太饿 三下两厨二就把面前的饭吃完了 只觉得好吃 但也并没有觉得好吃到生鲜的地步 怪不得都取一些别人看不懂的名字 好骗钱呀 遍地都是黄金甲 刘露现在真想抡起手来 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光天化日下 不带这么讹人的 顾临北高大的身躯靠在椅子上 满脸饶有兴致地看着刘露脸上丰富的表情 他还真好奇 这个女人会怎么办 还绝对地超值 厨房在哪里 你要多少份 我炒还给你 你们这明显就是在讹人 要遭报应的 刘露现在简直就是鼻孔都在出气了 他已经尽力地在维持自己的休养 但还是听得出 他语气里的怒气 吃不起就不要来吃 刚刚的那个女服务员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本来以为 是顾临北带过来的女人 不敢招惹 谁知道 她只是跟顾帅一起来的 顾帅根本连请客都不想请 看来是那种赖着顾帅的女人 赖着顾帅的女人多了去了 这样的女人 顾帅怎么会为她生气 想到这里 女服务员看向刘露的眼神 就更加鄙夷了 顾帅是顾临北粉丝给取的外号 女服务员也是顾临北的粉丝 她特别喜欢顾临北 顾临北在B市的时候 就经常会在这里吃饭 所以女服务员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刚在包间里 刘露威胁她要开除 她心里正憋着一股气 现在听到 这个女人居然没有钱付款 顿时就想把刚才 这个女人给她受的戏 全部都发泄出来 吃得起 我也不会再来吃的 总之 你们这是在讹人 你们讹那些大傻叉就算了 要是想讹我 我就立刻报警 反正早上都进过一次警察局了 她也不介意再进一次 也算是为民除害 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翘起唇脚 鄙夷地嘲讽她 你倒是报警啊 看警察抓的人是不是你 这里可不是你可以吃霸王餐的地方